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大家早安 早安 我是龍開場 土耗肥料研究室 李宗盛 那今天跟大家 在聊聊天 就是聊聊看土壤 還有肥料的部分 沒辦法 好 這樣 大家覺得 什麼東西叫土壤 我們國小的自然課本 有沒有說土壤是 就是石頭破掉就變土壤 石頭破 風化而來的東西 那你覺得自然界看得到土壤嗎 我覺得自然界看不太到 就除了山峰的時候會看到底下 那部分時間是不是都炸草 首先看不到土在哪裡 那長度出草的地方 是不是也被枯枝落葉覆蓋住了 好 那其實枯枝落葉也是將來會成為土壤的 所以 那有些人呢 我不知道大家的背景怎麼樣 有些 像花蓮有很多 那種 其他地方也許在工業界 或是在什麼 退休來這邊 想新進大自然 那農業就是人類跟大自然中間的一個 一個橋樑吧 大家來體驗一下農村生活 那說 有些人呢 就做了這樣做事情做了很久了 然後就說 我這土壤的多好 都沒有放土壤 都沒有放化學肥料 因為我的是天然的 因為別人都是化學的 然後我的多好多好多好 是真的假的 有多好 說得出來嗎 就是大家想想看 然後再來 有些人就說 我都不要放肥料 我就可以長出好多好多東西 那 有可能嗎 那個是 理想中最厲害的管理方法 還是只是一個夢想 幻想這樣子 你不曉得啦 那每次我上廚那種肥料 或是說 今天大家是入門班 我每次都會穿這件字 這是有什麼 如果你真的想找我機 就剛剛那些想把這些 夢想實現的話 要很有勇氣 那 就 勇氣的 背後就是 有一些知識 背景 讓你的信念 就是 腦袋要先轉過來 你行為才會變嘛 如果你腦袋沒有 沒有先轉過來 你大概要去改變行為 會不會很困難 不過今天是入門班 我可能 這些先打一下高空 大家知道 有一個夢想在那邊 那將來怎麼樣 一步一步往裡面走 或是你不想 往這個方向走 就想 找一塊田 然後 種下去可以賣東西 然後用這樣 為稱 其實我們農工改廠 真正教的 不是真正的 就是說 我們教 我們在 跟我們 跟我們有關係的農民 很多都是專業農 應該說絕大部分是專業農 就是我種田是為了 對 賺錢養家 講白話就是這樣 我剛講的 在花園很多人不是喔 很多人 種田是為了高興 就是重高興 等一下 時間的關係 我今天這一小時 現在五十分鐘好 沒有辦法跟大家講太多 那我跟大家介紹一下土壤的主持 我們一般來講 土壤 想到的是不是就是土壤的例子 就是那個石頭破掉 破掉石頭 海邊撈一盆沙子 我們也把它當土壤 那它大概就是這個 紅色的部分 那但是 我們通常講 這土壤肥不肥啊 有沒有活力啊 就是跟它裡面的有機物 那有機物還包含 裡面的微生物 小動物 還有植物的根 我們也把它當成是有機物的話 那可能就不止這個塑料 那一般來講 大概95 重量的部分 95%是石頭分 然後5%是有機物 那有機物我剛剛講 就包含很多 不知若驗那都算 真正的土壤有機質也算 但是我們希望 土壤有機質可以高一點 像土壤 感覺上就地力比較好 它比較肥溫 就是大家 如果沒有物貫紅的人 大概會稍微有一點概念 那如果有物貫紅的人 就會知道說 這個地 看起來刷刷的 如果沒有有機質 就知道是不好種的 那如果是那種 看起來黑黑的 很多有機物的 那個隨便種隨便好 有種多甜的 大概就會知道這樣的現象 但是我今天跟大家介紹 土壤不是只有這個 這個是我們實驗室分析的 我們怎麼分析 就分析左邊這一半 但是右邊那一半 大家在物農的時候 也會操作到 但是一般在實驗室 不會跟大家 就是在上課的時候 不會講 但是我提醒一下 各位 土壤是拿來做什麼樣的 是不是拿來給植物的根柱 是不是拿來給植物的根柱 好 那假設 來來 像我們能分析的就是 土壤有哪些成分 拿它的細質的 這是我們能分析的部分 那就像我們這間教室 我們能分析的是什麼 這邊有幾根柱子 有多少 天花板有多少 能說多少是會有螢幕有 調影機 還有什麼東西 我把這些柱子牆壁窗戶冷氣 這些全部拆下來 堆到馬路邊 這間教室還在不在 都在啊 我剛分析啊 我所有東西都跟你講啊 別的東西 我一個一個鼠給你看 都堆在馬路邊 堆著真誠機型 那個這間教室還在不在 在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土壤我分析出來 憋起多少 裡面的養分多少 多少 那 其他那部分有沒有講 這間教室 因為有駕駛這個空間 而且很重要是 你跟我走進來 我在講話 你在聽 這間教室才有存在的價值 對不對 所以這就好像是土壤 還有駕駛這個空間 然後裡面要有 植物的羹要能住 對不對 那植物的羹要能住 植物要活下來 生物要活下來 生命山藥樹 大家還記得嗎 國小三年級的自然就等 楊總統計時 居然還有人記得 好厲害 然後 大家會有問題嗎 我三年級的時候 我就一排問號在哪裡 然後我就說 沒有空氣三分鐘就死掉 正常嘛對不對 沒有水三天就死掉 正常嘛 不曬太陽三個月都不會死掉啊 那為什麼 不吃飯 一個禮拜也會死掉啊 為什麼不是食物空氣誰 是陽光空氣誰 但我想說這件事 這個文化一直存在 存到我大士研究所的時候 我在植物營養 植物營養研究室啊 我是念農業化學的 念化學的 所以到了比較高段班的時候呢 研究所跟大士的這種比較深入的飯的時候 我就把那個陽光改成另外兩次 就解決了我 從小學三年級來的問題 改成能量 那我們吃東西是不是吃能量 吃飯是吃能量嗎 那我就消耗掉 跑步啊不要怕去減肥 把能量消耗掉 我活著呼吸就要消耗能量 那我們吃的飯哪裡來 你看 這是學照長出來的 那學照的能量哪裡來 陽光啊 它是不是有水 有空氣裡的二氧化碳 然後行光頭作用 就變成骨子給我們吃了 最大的最核心的那個反應 是不是就我剛講的 全世界最大的兩個化學反應 第一最重要最多的兩個化學反應 第一個叫做光頭作用 就是綠色植物把陽光變成 變成好吃的東西 然後另外一個化學作用叫做呼吸作用 就是把這些好吃的東西把它燒掉 燒成能量 活的命 對不對 所以大家清楚 綠色植物的能量是太陽牌的 其他的 不是綠色植物包含那個 香菇那種 真菌那一類的 不是綠色的植物 簡單來講 綠色植物吃自己 吃誰 吃太陽 然後別人 其他的吃別人 像我們都是吃別人 我們有摩巴拿塞太陽 就獲取能量 我們有摩巴拿從 除了吃東西之外 獲取能量 很少很少 就是 肚子壞掉的時候 去打點滴 有那麼一點點糖水 那個都不是正常的水 大家記得這一點 好 那植物的根 在土壤裡面 要活下來 要有能量 空氣跟水 那我們能分析的 是不是只有物質的部分 能量的部分 我們分析不到 就是植物的根 分析出來 土壤的維生物 去蓋洩出來的 那這些植物的根 維生物 要活蜜 是不是要空氣跟水 所以你的土壤 有沒有辦法調節 空氣跟水 變得很重要 這個在我們一般 我們的實驗室 分析不出來的 但是你們要不要知道 你們要知道 所以我就很快的 跟大家講一下 大家不用太害怕 建築門班也會講那麼多 大家記得 我看一下 好 沒寫 沒寫到就是 喂 喂 好 好 大家課本裡面應該有寫 我們把土壤 大家記得 我們在學 土壤科學 把土壤 什麼叫土壤 剛才沒有回答 來 一到兩段 兩個ミリ 0.2公分 比兩ミリ還要大 我們就叫它石頭 比兩ミリ還要小 我們就叫它土壤 這樣子很清楚了吧 在科學就是這樣子分 那比兩ミリ就是 兩千維米 我們用兩千 就是一千分之一ミリ 這樣當一個單位 兩千以下叫做土壤地質 兩千以上叫做石頭 很簡單的就是這樣子 好 那兩千以下呢 兩千到五十 Michael 兩千到五十 微米 這個我們叫它沙子 沙土 大家記得 然後 比兩個 兩個微米 千分之二ミリ以下的 我們叫它沙土 我們叫它黏土 中間的二到五十 我們叫它粉土 就是土字編一個分開的分 那個字如果大家打注音的話 要打四成分了嘛 但是聽起來怪怪的 而且大家都不念分就念粉 那我喜歡念粉 因為它就是粉粉的感覺 那超過五十Michael的呢 你用手就會感覺到一粒一粒顆粒的存在 那叫沙子 那小於五十的 你用手摸不出沙子 就粉粉的 像麵粉一樣 好 就分這三個 那這三個呢 我們就畫一個三角形的圖 比如說這邊是什麼 黏土的含量 這是零到一百 然後這邊 右邊那邊是粉土的含量 也是零到一百 然後這下面的是沙土的含量 是零到一百 所以我們找到了一個土 它假設有百分之二十的黏土 然後百分之四十的沙土 百分之四十的粉土 然後我們就開始看 百分之二十的黏土 百分之四十的沙土 那你這邊飛過來 然後百分之四十的粉土跟沙土 飛過來 這邊跑到這邊 這邊是誰 這邊是誰 剛剛就叫做狼土 那沒關係 大家課本裡面應該有對照的狼土 那個不重要啦 跟大家講一下 那大家看到這張圖 大部分的土壤的分類 是不是都跟黏土是平行的 跟黏土含量平行 為什麼 因為黏土是決定這個土壤性質 不管是化學性質 或是物理性質最重要的 它雖然個子很小 但是因為它表面積很大 它在化學分類上 它已經算是焦體地質 它不算正常的顆粒 它已經變到 鑒於水溶液跟 它就是群乳液啦 什麼叫焦體 大家知道嗎 我們喝的牛奶凍薑就叫做焦體 其實那些蛋白質沒有真正濃在水裡 它只是在水裡飄來飄去 而且飄得很均勻 所以我們就叫它焦體 那那個石頭小到某種程度之後 它就跟在水裡飄得很均勻 所以我們 為什麼牛奶看起來融融 糖水會不會融融 不會嘛 糖水會變透明 它就真的溶解掉了 那牛奶是沒有溶解掉的 那像這樣子小小的東西 我們就叫它焦體 這樣焦太多 我覺得一定講不下去 好 所以我們的圖 大概都是跟沙泥 對不起 跟黏土含量做平行 那你的圖是屬於 比較粗質地的就是 沙土比較多 然後黏土比較少 這種土有什麼 有什麼特性 是不是空氣很好 空氣流動很好 水也排得很快嘛 水也流動得很快 然後 大家會想到什麼 肥料是不是也流得很快 你放進去的肥料 是不是兩三天 一個禮拜 就跟著水 就不知道流到哪裡去了 太陽塞塞 跑到空氣中去了 土壤 沒有小小的東西去抓肥料 所以它會變得空氣性很好 但是抓不住東西 那肥料是不是就要少量多次 要不然一下就流光了 好 再來反過來呢 如果黏土很多呢 黏土很多 是不是肥料放進去 都被土抓住了 因為它很會濕東西 黏土也會黏東西 就這樣去想 黏土很多的時候 可能會抓肥料很好 好 但是水進去 是不是也不好流動 一來不好流動 二來 空氣是不是也進不去 然後土是不是硬邦邦 食物就變得轉不過去 那我們最好 最希望的 是不是就 我們一番叫做黏土 然後 如果是變黏土 這邊40%以上的話 通常都叫做黏 那30%左右以下的話 10到30左右 我們就叫它黏土 然後30到40 特別也會叫黏狼土 不過那沒關係 我們就分三類就好 沙土、黏土、狼土 就分這三類 所以 它再硬的話 我們就把它當成沙土 就出質地的 會不一樣 那知道這個有什麼樣 大家還是不曉得 所以我教各位一個方法 入門班都可以選到 回去一般人的土 家裡的土 把它加一點點水 就是讓它可以軸搓的狀態 如果是沙土的話 你不會有這個狀態 對不對 拿起來就是一團散沙 它永遠不會結塊 如果是工程的沙子 你可以去試試看 或是說 看起來好像是一塊 但是手一碰就碎掉 它就完全沒結構 另外一種沒有結構的 就是我們玩的黏土 你怎麼樣也管 沒有辦法把它剝開 它就是永遠黏成一短的 好 我們用這樣子去做兩個期間 大家就可以稍微知道 塑造土壤的質地 或是說結構的問題 那我們回去呢 把你的土拿來 如果太乾的話 加一點水 如果太濕的話 沒辦法整整 它稍微乾一點 拿一個粉塊過來 稍微用水調節到 它可以 可以玩一巴的那個狀態 讓你把它想辦法 戳戳戳戳 戳成一長條 戳成 如果你能戳成一條 像我們以前的原子比心 或是說跟這個筷子差不多 跟這個筷子肩膀差不多出細 戳成一條 在手的散心 這樣子戳戳戳 戳成一條 不斷掉的話 就代表你的土壤呢 黏住差不多20% 大概是20% 如果20%以下的話 就是戳不起來 因為中間就會碎掉 就會斷掉這樣子 那如果你戳成剛剛那樣子一條了 然後你再把它 關成一隻毛毛蟲 關一個Om的狀態 然後還不斷掉 它可以彎的話 那就代表它超過刺濕 那好 很簡單 所以大概你就可以知道 如果可以戳成一長條 然後中間有一些破洞 那你就會知道 是很好的原子 不能彎 如果可以彎的話 就是屬於黏土的狀態 那就是一般土壤的管理 稍微有一點 你對你的土壤有一點認識 你要知道你的土是屬於什麼土 那將來肥料的管理的話 就比較方便 那土壤呢 它其實是要經過時間 天氣 然後有什麼 生物啊 還有它本身的母質 是不是會影響 像我們北花蓮 長大椅子嘛 所以山上很多那種石灰岩 北花蓮 從鳳林一直到吉安 你看你主要 你只要在創新底綿上面 找到的都是解性土 然後從瑞穗以南呢 一直到五賀台地 那不用講 那個就是酸性土 而且台地上面是搶酸性 那個土都紅紅的嘛 所以在台地上面種什麼 大家如果對話有手的話 茶跟鳳梨有沒有 是不是你看到的 就不是茶園 就是鳳梨有沒有 因為那邊是酸性土 你要種其他的也不行 台灣有三分之二是酸性土 全台灣有三分之二是酸性土壤 所以大家只能喝茶吃鳳梨過日子 對不對 如果要是第四種的話 那土壤 我們土壤 剛剛稍微介紹一下土壤的 基本的特性 化學的都還沒講 那我們一般乾燕 重點是不是要放肥料 那植物要吃什麼 植物吃的跟人吃的一樣嗎 不太一樣 簡單來講 人吃的是有機物 植物吃的是礦物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 但是有機能源放的是有機肥啊 一樣放有機物 那怎麼辦 是不是要經過土壤裡面的微生物 把它分解 分解掉 剩下其他生物都不能吃的時候 才能得到給綠色植物吃 綠色植物是吃人家剩下來的 然後再去形狂活作用 又變成有機物 這個是能量跟物質的循環 好 那除了碳清氧 要做成有機物之外 你就是要花碳加水 形狂活作用這個主要的股價之外 剩下還要不要其他的配菜 你吃白飯要不要配菜 要 總共幾種 總共17種 包含碳青藥 總共17種 必須元素 什麼叫必須元素 稍微跟大家解釋一下 必須元素 有六個條件 但是我跟大家講其中 兩三個 第一個 第一個 我也是 沒有它活不下去 最簡單 很顯然是必須元素 像我們不吃飯 就活不下去 所以飯是必須元素 對不對 如果符合第一個條件 但是它不符合第二個條件 它不能被取代 第一沒有它活不下去 第二它不能被取代 所以我不吃飯 不會吃麵 可以吃地瓜 可以吃芋頭 對不對 所以它可以被檢代 這個飯不是必須元素 很簡單這樣去檢查 第三個就是 它必須直接參與 我們生化反應 生命的反應 那也就是說 我們常常聽到的一些 有益元素 對不對 比如說 比如說 這樣敢講 不講 因為那個要花一陣子時間 今天課不能講太適合 所以有了 必須元素的概念之後 我們第一件 今天希望大家記得五句話 大概入門班 結果沒有太大問題了 第一個 第一句話就是 缺整能量 不知道怎麼會 剛剛不是有十七種必須元素嗎 那假設我們每個元素的 需要一個含量 在植物或是乳卵中的含量 都做成一片布板 然後把它最適合的量 把它當一板 做成一樣高的木板 那 以前的水桶 是不是一片一片布板 抠起來 然後加一個水桶 那如果你的每一片布板 都不一樣長 那這個水桶能裝多少水 誰決定 最矮的那一片布板 最短的那一片 最短的那一片 因為水桶到這邊就滿出來 所以它布板再長有沒有用 沒有用 所以你肥料要放什麼 如果你要把這個水桶的容量 加高的話 是不是要加長 最短的那一片布板 就好了 沒錯吧 所以你要你的植物長更好的話 是不是給它最缺的那個養分就好了 因為其他的養分沒有用完啊 你一長到某個程度 某個養分用完了 其他再多一點沒用嘛 對不對 這叫扣水桶給你 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子去記憶 實際上不是這樣 不只是這樣 但是大家很容易很清楚的放電 所以要說 我們放油料要放什麼 放缺的油料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你怎麼知道你的田裡面缺什麼油料 好 答案是用拆的 最多 誰拆都很重要啊 那現在市面上 都是誰在拆最多 培料公司嘛 培料公司說 統計了一下 全世界的人 大部分的根地土壤 最缺的倒數前三名 為什麼要找三名 就像我們班上有一個 老師希望全班的成績提高 那是要把成績好的抓來股息 還是把成績超的抓來股息 當然是成績差的嘛 對不對 成績差的 你每次都考十分 你只要進步十分 就進步一倍 對不對 然後你每次都考九十五分 你根本沒有進度的空間啊 你再怎麼努力 你不過就進度五分而已啊 對不對 所以要補習要找 成績差的 那要找是不是順便倒數第二名第三名 順便找來 所以我們肥料拆 到數前三名是誰 有沒有知道 知道了嗎 蛋鈴甲 我們去買複合肥料買來的 都是蛋鈴甲 對不對 我們肥料標示上面前三的素質 也都是淡肥肥、肥、肥、肥肥的等明 肥料方式先幫我們拆好了 那好,大概是這樣 這是肥料方式拆 但是我們來上過課啦 來上過課的時候 推薦大家兩個方法 才比較準 第一個看書 你看那個作物是肥手冊 什麼作物在什麼時間 需要幫助什麼肥料多少量 是不是都有一個推薦字 那大概就是照那個去放 大概就會拆到了 因為大部分土壤的到手群在那裡 真的就是帶你家 除非我們等一下 那其他的狀況 或是說你的土壤本來就很肥了 但你腳很高了 只缺其他的東西 那怎麼辦,猜不到 就是用第二個方法 把土壤拿來改良場驗 不用錢的 驗完的時候 你土壤很多有少 是不是就知道了 好,第一個 大家都要知道的就是看書 第二個 你自己的土長什麼樣 是不是改良場可以幫大家 然後再去 對不起,你突然 哪個眼睛比較多了 這種肥料就不用摘到 哪個稍微的多 那我們是不是這種肥料就多放一點 就馬上去摘到,對不對 好,第一件事情叫做 缺什麼營養或什麼肥料記得了吧 這句話很重要了 第二件事情 請問你們 請問你們 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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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湊點的目的是什麼 湊點的目的是什麼 到比較舊的啦 沒關係 原則上是一樣的 大家吃到新的目的是什麼 好 我跟大家說啦 也許大家不曉得 現在大家回頭想一下 我們做所有事情的目的 是不是都是為了要快樂 但是現在啊 大部分的人越有錢越快樂 所以我們種田的目的要賺到錢 這樣子 這是在一般的行業 但是我剛剛講 有很多花蕾的人 不是這個目的啊 他種田的目的 只是為了快樂 他沒有 跟賺錢沒有關係 他就看到東西長出來 然後自己可以吃自己種的東西 哇 多高興 那什麼時候 那個快樂度會加強呢 你出去固田的時候 被太陽曬到會不高興 被場割到會不高興 被雲子釘到會不高興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可以曬太陽 不要割草 然後不用餵蚊子 然後東西又找出來給你吃 快樂度是不是最高 這是某一種農民啊 那另外一種農民 就是我寧可曬太陽 寧可餵蚊子 寧可被炒得到流血 然後腰閃到 但是我賺到很多錢 他也可以很高興嘛 對不對 所以目的不太一樣 那我們的做法 就會有一些差別 那你說說我們左邊這一個呢 其實應該是要畫一個 要畫一個度最準 但是快樂度不容易 那我們就用把它畫成錢 就是這件事情 肥料是成本線 肥料到越多深 就是成本就越多深 一條線 剛剛問大家 什麼時候吃東西最快樂 肚子餓的時候吃下去 第一口就是最快樂 越吃吃吃 越吃越飽的時候 後來快樂度就會一直下降 等到吃飽的時候 你再吃已經沒有快樂度很遠 對不對 那如果吃深的話 快樂度是下降的 已經吃很深 還一直吃東西 快樂度是下降的 就像我們放肥料 一開始的時候 哇肥料 植物就會增長 長得很快對不對 那後來長到差不多了 是不是就不太想長了 植物就不太想長了 然後肥料再多的時候 還會再掉下來 那這邊是用產量 不過我想 可能用產值會比較好一點 那今天入門班 我們用產量來講 應該是ok啦 會符合 那什麼時候呢 可以賺最多錢 我剛剛講 大部分人是 中間是要賺錢 什麼時候可以賺到最多的錢 也就是說 這條是成本線 這條彎彎是產值線的話 也就這兩條線 距離最遠的地方 對不對 那經濟學呢 就是說 挖一條跟成本線 然後跟產值線相切的這一點 就叫做 賺最多錢的地方 因為這兩條線 左邊是不是越來越近 右邊也越來越近 對不對 那什麼叫做 跟成本線平行啊 大家可以用很簡單的方法 你多放一百塊錢的肥料 看他會不會多收一百塊回來 用這個方法去看 你要多放肥料 還是什麼肥料 有沒有很簡單 你可以試試看 你的這塊點 多放一百塊肥料 它會不會多收一百塊回來 如果有的話 繼續放 如果收不到一百塊的話 代表已經跑到這邊了 已經跑到這個點的右邊 已經收不回來了 在這個點的左邊 是放越多賺越多 在這個點的右邊 是放越多虧越多 所以大家記得 放肥料 不是放到產量最高 植物長得最漂亮 不是喔 而是要放到最賺錢 如果你多出來的部分 不夠你 多放肥料 多付出的心血的話 其實是沒有賺到錢的 所以第二句話是什麼 不是放到產量最高 而是要放到最賺錢 如果你是專業人 好 第三句話 我們就要大家記得 蛋靈甲是最重要的三個營養元素 蛋肥呢 它是長綠色的部分 大家記得 然後呢 它在土壤中移動的很快 有水的時候就跟著水流掉 沒水的時候 蛋肥是要放到空間中去了 所以這是蛋肥 化學蛋肥的特性 有機肥是不是也是這樣 有機的蛋肥 只要它被微生物分解 變成化學的 變成礦物的蛋的時候 陰模一樣 所以你有機肥 為什麼可以通概物 是因為它海面會分解 有機肥 它的蛋還沒有跑出來 還在那個天天的東西裡面 還在有機物裡面 它一出來的時候 就跟化學肥料是陰模一樣的 一樣 你有機的蛋鍋 一樣是長綠色的部分 為什麼講說長綠色的部分 看過蚊蛋吧 蚊蛋蛋回方多的時候 是不是葉子長好多 葉子長得又大又綠 一片葉子很大 然後又厚 蚊蛋會不會變比較大顆 產量也會變比較高 產量會高 但是你把它切起來 裡面有水的那一球是一樣 只是皮變厚而已 變大顆 所以有時候還變得比較不甜 那個 那個很高階翻的時候 再跟大家說明 所以大家只要記得 蛋腿放進去 速度很快 大概一個禮拜見效 如果是化學的 就是塑效型的眼睛也是一樣 放進去之後 它就長給你看 所以農民最喜歡放蛋腿 很有成就感 有放就有長 然後長就長葉子 長葉子為主喔 如果你要收的是果實 硬硬硬的放蛋肥 它拿去長葉子 那果實是分到的 能量比較少 蛋肥是有啦 但是其他的養分 要不要平均分配 常常我們遇到什麼 微量元素缺乏 是不是就是因為蛋液甲放太多 微量元素分不到果實 或者植物來不夠分配 有什麼微量元素缺乏 好掉了嗎 好大家記得喔 好 這是蛋肥的 蛋肥大家記得了嗎 再固域一下什麼 缺什麼營養 放很肥 放幾幾 肥料放到最賺錢 不是放到產量最大喔 那第三個什麼 蛋肥是長葉子 而且是少量多次 因為它在廚房通過不久 淋肥跟蛋肥完全相反 淋肥在圖案裡面 淋肥它 你放在哪裡就在哪裡 我先講圖案特性好了 淋肥所有的圖案例子 都很喜歡抓淋肥 所以你淋肥喔 你以為 比如說我們種水比較好 那個水到底 我們不是都噴那個 複螺肥料嗎 走在田船上 要噴噴噴噴就噴進去 然後就看到一顆霧 飛到水母 然後就融化 然後想說 哇太好了 它會跟著水一直流到跟旁邊 對不對 蛋肥會 甲肥會 淋肥不會 它一碰到土壤表面 就在土壤表面結一層皮 那害作就不用講 你少在哪裡 就在哪裡 所以淋肥它不會動喔 你怎麼澆水它也不會動 因為它跟土壤就是 一碰到底就會被土壤抓住就對了 那要把土壤餵飽 那個是無窮無盡的 永遠會不飽 那這個淋肥要怎麼適用呢 既然它不會動 那我們就把它全部的均勻地翻到土壤裡去 它不會動沒關係 植物的根會長 那植物的根走到土壤 是不是走到哪邊都有機會碰到 那個 那個 當初亂跑 就是散居各處的淋肥粒子 讓植物的根去碰它 植物的根距離它兩個米 你就吃不到 就看得到吃不到 所以一定要植物的跟它很接近 它有機會吸收到 所以淋肥大家記得 就是全部混到土壤去 那什麼時候有機會混到土壤 只有機會 只有整壁那一次機會而已 那剩下怎麼辦 現在還好有一招可以補救的 就是用龍靈菌 市面上買得到龍靈菌 大家知道到這邊就好 好 那淋肥是什麼時候用呢 它就是細胞變多的時候用 什麼時候細胞變很多 就是牙點 出牙的時候 牙點我們要採收嫩牙 比如說竹筍是不是就阻止了嫩牙 像這種東西 那可以用一個想法就是 有人有聽說過痛風嗎 尿酸過高 尿酸過高不能吃的東西 就是需要淋肥很多的 就是竹筍不能吃嘛對不對 在那個動物細胞很多的地方都不能吃 因為那個核酸就很多 因為淋肥大部分 60%的靈都存在細胞的裡面 所以我們用價值去看這個植物就可以了 那所以開花節種子的時候 是不是細胞剛好變一倍 我們人生小孩嘛 一個人變成兩個人的細胞量 所以就是開花節種子出嫩牙的時候 需要量比較大 那一開始就放了這麼多淋肥 等到開花的時候 讓淋肥是不是都老了 然後我說 又沒辦法再用追肥絲 那沒辦法 只有兩個辦法 一個就是剛才講融林菌 幫土壤把那些很難融的磷 把它融出來一點 幫植物的根吸收一點點這樣子 這是概念性安慰劑 那另外一個比較有可能 比較有效的 就是用液體肥料噴在葉子上 就直接 就像我們的打點滴 直接打在血液裡面 就不經過腸胃了 土壤 植物的根就是我們的腸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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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土壤 土壤跟根聯合起來就是我們的腸胃 把肥料放到這個土壤跟根的聯合體系裡面 它就會消化然後吸收進去這樣子 好 那噴在葉子上面好像打點滴 就是不經過這個消化系統 土壤 植物的消化系統 它會有效 要不然要等酥的跟碳高土壤表面 才會吃得到你下一次放的 那這次你灑在表面 裡面有沒有全部浪費 也不會啦 下次整定的時候它又下血了 只是說你多被一次動而已 好 再來甲杯 甲杯我先講土壤 它會動 但是不像蛋這麼快 所以那我們要怎麼去試用它 試用它的時間是什麼 大概三分之一 看時間長短 三分之一 或是二分之一 雞肥的時候 又把它回到土壤去 然後呢 剩下的要做早期的追肥 雞肥跟早期的追肥 大家記得這一點 好 那講到它的身體作用是什麼 它主要是負責糖類跟水分的代謝 那看它記得喔 吃起來酸酸甜甜鮮嫩多汁的產品 那個 比如說芹菜那個 那個智慧多汁啦 有沒有 你知道你的產品裡面很多水 然後有味道 酸甜的味道 那個甲油都是最重要的 所以瓜果類的蔬菜 水果類 水果甜不甜 都是跟甲油是直接相關 不過入門方法是要講一下 上完午課的人 有專心踢的人 以後就知道 噢 要變甜就要倒甲油 然後有些人 甲油就會放過多 過多之後就是剛剛講的 偏食 幹你就會受到抑制 那你就會有其他的病就跑出來了 所以 也沒辦法 因為時間實在太短了 我只能跟大家講 重點幹天 但是還是提醒大家 不要偏的太靈胎 它的作用是在這邊 它是會變甜沒有錯啦 但是它可能如果太多的時候 還是會變成其他症狀 好 那甲油大家記得 酸酸甜甜先生過這個產品 它在食物 身體裡面是做什麼用 當搬運工 我們夜便是不是就是 就是工人 工廠的工人 它是行光合作用的工人 對不對 夜便行光合作用 那光合作用的產物就是 湯水 那這個湯水怎麼樣 跑到果汁裡面去呢 就是搬運工 大家有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 搬運工要在工廠等著 還是等要搬的時候 再去貼告示 要招募搬運工的人 當然是在工廠 至少有一部分 要在工廠帶來密碼 隨時有東西 就要有人可以搬啊 所以搬也是早期 就需要 跟著頁片 就要存在頁片裡面 那到了晚期 比如說像水段有睡 如果今天是什麼木搬 怎麼一直都水火在去 你不要講水道 水道不是有雞肥、椎肥嗎 然後等到那個抽稅的時候 不是還有碎肥 碎肥就是要看植物體 如果植物缺得很嚴重的話 就放骨蛋肥跟甲肥這樣子 那甲肥還是搬運工 葉片還是要搬到 谷麗裡面去 但是骨質跟水果不一樣 一方是骨質是乾的 所以它的甲肥還可以再回頭 還可以再回頭 再去葉片再搬一次這樣子 但是水果的可能性 很多搬運工具留在股市裡面 像我們吃西瓜 要不要沾鹽巴 要 可惜你 大旱 就是去前裡面工作 我還全身流汗的時候 一般人是不是就喝冰動飲料 喝鹽巴水嘛 男生當兵那個水護理 就是要放鹽片 那如果你回來 沒有沾鹽巴 就直接一點西瓜吃下去 好爽 冰冰涼涼涼的 對不對 甜甜的 但是等一下你頭就暈了 為什麼 缺鈉 為什麼會缺鈉 因為夾太多 夾鈉食 你血液裡面夾鈉食 就會抽筋啊 就會有一大多問題 腎臟病的時候 就搞不好就送去醫院 很多 上次好幾年前不是有那個 喝羊桃汁 喝到死罰鈴嗎 就是他本來就有腎臟病 然後又大汗出 就是流很多汗之後 又喝了 灌進去的都夾 夾鈴脂 然後腎臟來不及代謝 結果身體就掛掉了 好 所以 假肥呢 是搬運工 然後 要 早期的追 早期 積肥要早期的追圓 才趕得上 像 紋帶這麼大個樹 我們做過大概要兩個月 一放到土壤 唉 帥 紋帶是原理一般 水稻的話 就是 還是要早期一點 那睡肥的時候 還來這幾況 我們做過研究這樣子 那肥料 我們看到的肥料 上面前面都會有三個 至少有三個數字 那這三個數字代表的就是 淡肥 淋肥 跟甲 那如果你買的是有機肥的話 你就會有一四個數字 但是 第四個數字 通常很大 至少都是四十以上 那就是它的有機質含量 所以如果你買有機質 沒料要來 改良污染的話 就是看第四個數字 如果你是拿來提供藥分的話 就看前三個數字 好 這個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要在哪邊啊 好 那我們常常見到的 淡肥的話 就是淡肥跟尿素 化學為了 那尿素它成分是 我們剛剛還要多 所以你不要說 都是淡肥 結果一個散下去的姿勢都一樣 然後淡肥的話 所以淡肥叫做過淋酸幹 然後淡肥的話 甲肥的話 我們一般是用很咖哩的綠化甲 那也有 瘤酸甲 如果那是像鳳梨啊 還有菸草啊 這些特殊的中午 才需要用到淡酸產 那一般來講 綠化甲就有多用 那我們常用的是這個 複合肥料 複合肥料就像我們去賣剛好 大家去過那個社會 就是你要什麼麵包 要放什麼 怎麼料 什麼東西 都是一個一個選的 那就是奶子肥料 那去賣剛好是不是點幾號餐 幾號餐而已 那我們看到的 就是說 這個餐裡面好像我喜歡吃的比較多 那就點這個 我們買複合肥料也是一樣 那淡肥如果是 淡肥如果是當精肥用的話 那39號是不是就設計拿來當精肥的 因為它是肥最高 那你把39號拿來當追肥 有沒有用 還是有用 但是是不是很多東西就讓肥掉了 然後跟大家介紹一個43號 我肥最喜歡用的 大家在用43號的時候 心理 我不曉得啦 有些人你的心理可能會這樣子 就是說 你要什麼我都給你喔 不要再來找我 有沒有這樣看 都15號 蛋鈴甲都有喔 還有4%的鎂肥 這是果樹專用的 那是不好啦 你還是知道一下你的那個 果樹的特性 然後要假肥的時候買假肥 要淡肥的時候買淡肥這樣子 還是要照我剛剛那種句話 還記得嗎 蛋鈴甲加上前面兩句總折有沒有 總共五句大家要記得 那為什麼有人還是用39號拿來當追肥呢 我跟大家講一個概念 那是笑話 但是有點悲哀的笑話 他說因為39號比較貴 比較貴的肥料比較好 所以要拿來當追肥 有沒有 有點好笑又有點悲哀 不是有點悲哀還蠻悲哀的 浪費環境對不對 浪費資源 浪費你的錢 浪費你的力氣 然後對環境又不是很好 然後對植物都沒幫助 完全沒有任何一點優點 然後原因是什麼 因為不知道 因為他不知道這些概念 那沒關係啦 今天大家認識 有一個概念小項子的機關 然後裡面有一個研究室 叫做土壤肥料研究室 你會遇到這些 今天大家聽聽概念投資就好 概念還在就好 其他事節 大家將來真正在入門的時候 再去隨著你的田裡面的狀況去討論 然後最後一點 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果你的腸胃有問題 你吃大餐有用嗎 你腸胃有問題 吃肥料有用嗎 你的土壤有問題 放肥料有用嗎 沒有對不對 但是你沒有 你現在講說沒有 但是實際上 你跟隔壁鄰居 種同樣的東西 同時接種下去 那連在一起 應該也差不多吧 但是他長這麼高 你只有長他一半 大家想到那是什麼 肥料就下去了 是不是 那今天大家上完課就知道說 是不是土壤有什麼問題 跟他的土壤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是不是要去找到那個 先把土壤的問題解決掉 我們再去談肥料 如果你的土壤本來就太痠 人家有放石灰 你沒放石灰 沒有改良過 那你再放肥料也沒用 好 那我們一般來講 土壤會遇到的問題 大概台灣我剛講最多是酸性土壤 酸性土壤的話 我們就推薦每年每獎 第一棒一噸 那客人當然是三到五噸 但是我 我不喜歡這樣 我喜歡說每一年 一甲地一個人很好氣 對不對 一來很好氣 二來你每年放 然後每年拿來一人 等到調到PH 大概六到六點五的目標值之後 我們就不要再放了 那如果你照了課本 然後剛好有什麼忽略的地方 你就說課本之後要放五噸 你就放五噸 結果PH調到八 還要再調回來很累 所以就是 就是每年放一點 調到我的目標值就可以停下來 我是希望用這樣子的方法去做調整 好 那潔性土壤有沒有用 潔性土壤比較少招數啦 那等一下跟大家講 那一開始我們是有講土壤的實力嗎 黏土簡單 又放沙子 我們一會是不是就中了 那沙子的話 是不是要放黏土 它就可以保肥了 但是現在縣政府不讓你放啊 對不對 因為這個土地改變地貌需要申請 要很多麻煩 它會盯著你看 又怕你到財殺死 所以就是你要改變農地 真的有點困難 那推薦大家一個 屁殺特性 有漆子多的時候 酸鹼度不是問題 黏土殺毒不是問題 因為漆子它就是剛好 然後有這樣子的特性 可以去中和它的不利的特性 所以一開始講到 有漆子多不讓你利益就比較好 突然就比較肥貨 是不是真的 就是真的了 那怎麼樣添加有漆子呢 你有錢的話 去買有漆肥來放是不是最快 那沒錢的話怎麼辦 肥肥 對 看你的材料 然後我講一個 去割鄰居的草 這樣 割鄰居的草的時候 兩個人都高興 一來增加你土壤的有漆子 二來他幫你 你幫阿爹的草 對不對 然後他填裡面的養分 是不是一檔已經填起來了 反正他放化學肥料 變成漆肥了之後 放到很甜 然後如果曬乾的話 鋪在表面 就像我們三星種蟲一樣 就當塑膠布替代 這樣子 將來也不用把塑膠布捲起來 又增加多的有機質 短期作物的話 就是用覆蓋的方式 長期作物 比如說火樹 或是比較高大的植物 就會推薦草生栽肥 那草就直接在上面長 草的根是不是也是有機物 那個長期來講說 草生栽肥是有利的 但是短期作物草生栽肥 又沒有 短期作物草生栽肥 就會樹下草 找不到作物 找不到作物 好 那土壤改良 這是很重要 這是五句話之外的一件事情 那酸菸土壤那個石灰 我們就是用碳栽肥 因為有的時候 农农跟他講說石灰 他搞不好會感到過零栽肥 各位 那個就不是我們的目的 那如果你可以找到 什麼貝德類 或是瓜尼殼 原住民是不是吃個 堆了一座瓜尼殼山 你能找到的話 他是一模一樣 他成分大概九成多 跟石灰是一樣的成分 所以那個也是比較好的 天然的制裁 OK 拿來 我石灰 土壤柴藥的部分 因為時間已經到了 大家有需要的時候 來改良廠 我們就個別跟大家說明一下 怎麼樣土壤柴藥 看一下 一塊甜 五個點 每個點給我一片手掌 就你拿柴子 一吃飯最好 切兩道 先切一個V字形 沿著這個V字形 切一片土面 跟手掌一樣大 那剛剛師傅挖了五個洞 就五片手掌 一塊甜五片手掌 最多 那如果你的力很小的話 兩三片也可以 平均的 那什麼出水口 入水口 特別奇怪的地方 不要去挖 就切一片土片下來 不要只挖 表面給我 那是不是都撐到零栽肥 就要稍微往下 這樣子才挖到的 紅色的部分 所以才可以 植物的跟長的位置 是差不多的 這樣子我們分析出來 才會生存 維生物的部分 我剛剛講 現在只有熔林均 是比較多的 所以我們就不用特別講 好 重點 有改洋場 大家如果有問題 就直接來改洋場 打電話來問 那針對大家 特別的問題 來做解說 那今天只是概念的 跟大家介紹 一些正確的 比較好的方向 不要講正確的方向 比較好的方向 然後不要浪費大家的 歷史跟資源 然後對環境 也可以稍微 來保護一點 然後大家 重點可以重得更輕鬆 達到大家的目標這樣子 好 謝謝 謝謝